这节课我们通过实例来介绍 如何用贴图控制粒子的形态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创建一个Nervous的平面 调整当前Nervous平面的段数 适当的提高一些 然后呢 使用笔刷工具 对当前的平面进行雕刻 让它做出一些起步物评的效果 选择Mesh下面的Script Geometry Tool 调整笔刷的大小 按M键呢 调整它的力度 这样随意的进行一个绘制 做出一些起步物评的效果 也可以双击当前工具 我们用这个Smooth的方式 进行一下柔化 假如说我希望凸起的地方 来产生粒子 那么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贴图 首先选择到渲染的菜单组 然后我们可以从Taxing下面 找到3D Paint Tool 那通过3D绘制工具呢 来绘制一张贴图 通过贴图来控制当前粒子的发射 好 首先呢 先把粒子产生 选中当前的平面 然后我们来执行动力学当中的 从物体表面发射粒子 使用默认的参数 选择Surface的模式 好 点击创建 创建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了发射器 有了粒子 我们播放一下动画 那么我们把粒子呢 快速替换成为这个 我们事先做好的火焰的效果 好 选中这个粒子 把它删除 我们来导入之前做好的那个粒子 particle 好 现在呢 我们把粒子跟发射器进行连接 选中粒子 加选发射器 然后执行 particle下面的 use selected emitter 使用选择的粒子发射器 我们播放一下 已经产生了粒子 OK 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通过贴图来控制粒子的发射 先选中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在渲染菜单当中来找到3dpint tool 那么通过一样贴图呢 来控制粒子的发射 我们都知道了 可以给粒子发射器的 我直接打开 找到粒子发射器 最下面这一项 可以给它的纹理速率去做贴图 控制它的发射 那黑色部分呢 是产生的 可以把这个勾选 然后让它从黑色部分呢 产生粒子 勾选上之后 我们现在需要一张贴图 那就通过渲染当中 3dpint tool呢 来绘制这张贴图 好 首先把动力学的部分呢 给它隐藏起来 先关闭 显示 选择模型 然后执行3dpint tool 打开后面的option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对当前的这个场景进行保存 然后呢 才能够去创建一张贴图 首先对当前的场景进行保存 并存为 选择我们的这个第四节 3dpint 进行覆盖 好 保存完毕之后呢 创建这个3dpint tool 首先先创建一张贴图 我们可以找到文件 文理下方的 assign edit text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平面使用的是默认的 栏目的材质 是不行的 我们先要新建一个材质图 assign new material 新建一个材质图给它 栏目的tool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 3dpint tool 也保存了 也新建了一个材质 首先我们点击 我们先把这个 据掌栏先关闭 我们找到 fair textures 首先点击下这个命令 assign edit textures 先新建一张贴图 他会询问你当前这个贴图的大小 我们设置成为512 然后呢 抗锯齿 然后它的一个类型 我们可以选成 TGA的格式 都可以 然后我们首先创建一下 当我点击创建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 下方呢 就 发现了这个贴图呢 已经被创建了 已经被连接上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在上里当中进行绘制 可以绘制 以及对它进行编辑 笔刷的颜色 笔刷的大小 笔刷填充的 这个颜色 都可以进行调整 那假如说 我都填充成白色 float 是填充的意思 那么黑色部分是发射粒子的地方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工具 或者是按着键盘上的 数字 键盘上的B键补松 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个 发射的一个形态 包括说 我可以再去修整 让它大小等等 哪些部分发射粒子 哪些部分不发射 如果觉得这个 绘制不满意的话呢 还可以再去 重新的绘制 首先填充回来 然后呢进行 重新的绘制 包括有这些笔刷的方式 克隆啊 模糊啊 等等 那么我们随意的去 绘制一些局部 就是说 黑色部分呢 是来产生粒子的地方 然后凸起地方来产生 好 比如这些地方呢 我们希望它产生粒子 那做完了以后 我们直接打开 材质编辑器 HupperShade 材质编辑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纹理当中呢 会多出来这张图片 这是我们刚才 绘制这张图片 如果呢 我们点击 保存以后呢 它会自动的 存储在我们 工程目录下的 3D Pen Detectures 下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来点击一下 这个保存 看到 所以当前的 贴图进行保存 那直接就存在了 Textures 当前我们文件 命名的 这个文件 已经存储上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通过 这张文件呢 来去控制 当前粒子的发射 终于写出来 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贴图 来控制 粒子的发射 首先呢 把贴图 打进来 方便显示 我们把这个 当前的贴图 图片 拖拽下来 只需要这张贴图 用这张贴图呢 去连接 粒子发射器的 纹理属性 选择粒子发射器 纹理速率 纹理速率 那通过这张贴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贴图来控制 纹理的速率 选择粒发射 给 水标中间 拖着不松 松开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播放 可以看到呢 只是从我们 绘制的这个部分呢 来去产生粒子 那么我们可以 调整粒子的 发射的速率 让它更加清晰 更加明显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修改了 当前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我现在 对当前的 这个颜色 黑白的颜色呢 就进行的调整 把它填充完以后 然后呢 就去进行的调整 那么 还是要点击Save 保存一下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播放 可以看到 那么当前的这个粒子 就完全跟随着 我们的 绘制的这个部分呢 进行了发射 那么我们要对 当前粒子的形态 已经调整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3D Pent Tool 这些工具 配合着粒子的发射 从而影响到了 整个粒子的形态 好 那这是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 那假设说 我要做动态的效果的话 我们怎么来做 好 我们新建一个场景 创建一个Nervous的球体 其实都无所谓 是原住体 还是球体 都没关系 那我们通过一张 贴图来控制 除了可以用 3D Paint Tool 工具来去制作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3D Facts 来通过绘制一张 无缝的贴图 那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窗口布局 调整一下 左边呢 调整成Pent Effects 部分 选择Panel下面的Pent Effects 这张图片的大小 一张无缝贴图来控制当前的一个发射 我们把这张贴图首先做出来 那 首先呢 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画布的大小 在画布下面呢 可以找到DenseDice 设置尺寸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512乘512的一个尺寸 那或者是更大 更大一点 1024 1024 好 设置完尺寸之后呢 我们来把这个比例变成1比1 那如果想做一张无缝的贴图的话呢 我们需要调整画布的一个包裹 我们把包裹的垂直跟水平呢 都给它打开 也就是说我在绘制这张图片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这种无缝的效果 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再来绘制 是一个无缝的效果 这张贴图 那么通过这张贴图 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选择画布 Save as 把这张图片进行保存 我可以把它保存在 我们当前工程目录下的 Sauce Image下面 我们把它换一个存储类型 比如说是 玛雅自身的IFF格式的 好 把它命名测试文件 通过这张贴图 我们希望能够呢 控制当前球体的一个 粒子发射效果 那选中球体 产生新的粒子 Denomic Particles Emitter from Object Surface方式 产生新的粒子 然后呢 我们把粒子来进行一下替换 也就是我们把原始的粒子删除 然后加入新的 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粒子 选中粒子加选 发射器 然后我们执行 使用选择的粒子发射器 好 我放 那么这张图片 如何来控制 踩这边的器 我们打开它 Upshoot 那么我们要把这张图片 首先调用进来 创建一个二维程序文理当中的 文件文理 把刚才那张存储好的图片 直接调用进来 找到Source Image下面 Test OK 这张文件 好 那这张贴图呢 是一个无缝的贴图 我们来控制一下 用它呢 来去连接到 用它呢 来连接到粒子发射器的 纹理速率上 选择 这张图片 用鼠标中键按着不松 放在上面松开 然后打开 这两项 从暗处来发射 也是从黑色部分来发射粒子 好 这时候我们再播放一些动画 并不是很明显 那因为这个受到立场的影响 我把立场删掉 然后发射的这个速度 把它稍微再调整一下 好 速度可以了 那么调整发射的一个速率 高一些 速度调低一些 发射的速率 1000 那包括说整个粒子的形态 都可以再继续调整 目的是让它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可以看到呢 这张图片它黑色部分控制的就是粒子发射的位置 方便观察 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也附给我们的这个模型 新建一个材质球 感受好的习惯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张贴图 这张贴图付给当前材质球的颜色属性 也是一样 你看到 那么黑色部分所控制的就是它能够产生粒子的地方 那假如说你想做一个动态效果的话 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去选择到这张贴图 直接选择到这张贴图 那可以看到呢 下方它有一个叫做Color Balance的旋转栏 展开之后呢 它有两项 一项是Color Gain Color Gain 自身的一个增益 颜色增益 还有一项呢 叫Color Offset 颜色偏移 那么我们都知道黑色部分 当前的黑色部分 是发射粒子 产生粒子的这个区域 那么可以看到当我调整Color Offset的这个值的时候呢 黑色部分变成了白色 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说呢 我给它去 K帧的话呢 当前粒子就 就产生呢 会产生一些变化 它变成白色的时候 我们不放松化 可以看到 就不发生粒子 不产生粒子了 如果变成黑色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粒子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为当前的这个 Color Offset呢 去设置一张 RAM贴图 我们点击 后面的西方格 添加一张 RAM贴图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 当前的一个形态 用黑色跟白色 来控制它的发射 首先把这个 RAM贴图的颜色呢 变成只有黑白的 两种颜色 只有黑色跟白色 那么如何准确的观察到 整个的效果呢 我们应该去把这个 RAM贴图呢 贴在当前的 这个 Lambot 2的颜色属性上 这样我们看就更清楚了 好 现在我们来 把这张贴图 进行一下替换 就是 首先 刚才我们创建好的 这个RAM 创建好的这个RAM贴图 我可以让它进行替换 进行替换 选择RAM贴图 把它贴到 当前的 Color上面去 直接去进行替换 我们来调整RAM的形态 我们来播放一下动画 看看效果 通过这张RAM贴图呢 就控制了整个的一个 粒子产生的 范围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一些锚点呢 去K帧 可以看到 Select Position 我们当前的锚点的这个位置 还进行K帧 当我去调整它的锚点位置的时候呢 发现 这个粒子产生的变化 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数值 这个白色部分的 这个锚点的 数值进行K帧 在第一帧的时候 进行调整 方便期间把它按下来 好 Key Selected 那到80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把当前的这个数值呢 改高 Key Selected 那配合着一些参数 就可以做出 我们想要的这种动画效果 更明显一些 Key Selected 在第一帧的时候 Key Selected 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前动画 它非常快的呢 就从底部 这样燃烧了起来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